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美好的地球村 2022年北京冬奥会 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 从申办到筹办 北京冬奥会始终坚持绿色低碳可持续原则 通过科技手段铺就了美丽的中国底色 首次尝试碳中和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 彰显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使命与担当 也是中国坚定不移挺进清洁能源的一个缩影 开阔的张北地区拥有充足的风力和光能 是清洁能源源头替代的绝佳地域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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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晚上搬 你要晚上搬不就不开了吗 经过70公里的运输 扇叶运达风电厂 老丁和他的工友即将大显身手 这回前面代价了 不需要后边弄锅了 风机的悬址 每个部件的摆放以及安装的全部过程 都依赖这群敏锐的预风者 老丁和他的团队已经配合超过十年 他们早有充分的默契 但是草原多变的天气条件 每一天都带来全新的挑战 风力顺时加大 继续安装风会让扇叶摆得越来越快 别拽太紧 别拉太紧 叶片它的材质是玻璃缸 那些雕点 固定点 它是有这个轮毂 有这个支架的 上其他别的地方也不能磕不能碰 突如其来的阵风让风车吊桩 进入两难的境内 吊车司机高空指挥和其他地面人员 都在等待丁队长的决策 但是这风它不是说这长时间的 它是偶尔就来这么一阵 十分钟八分钟那是最长的 把它等过去之后再把它吊起来 几分钟后 风力渐渐减弱 大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吊桩继续进行 好了 王师傅 来 右转来 慢点啊 我因为这个手拿对镶器 用眼睛得盯着那个设备上去 自己点 自己点 这个啥 在高空之上 以两毫米内的误差 风车和塔桶相接成功 停 停 停 一座座新能源风力发电 触立大地 迎风旋转 为经济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然而 在清洁电能领域 仅仅解决发电还不够 如何保证电力的稳定性 则至关重要 三 二 一 起步 这里是正在建设中的 风宁抽水蓄能电站 这样规模的爆破 在这座山体中每天都要进行一次 借助爆破的力量 人们开挖出巨大的抽水蓄能中枢 一百九十条蜿蜒的隧道 构成这座电站庞大的地下动势群 最大的控制厅地下中心厂房 长达414米 有20层楼高 连接着58条隧道 12间变电室 12间机房 如同一个纷繁复杂的地下城 稳定是电网的基石 电量不稳定会极大的危害电网的安全 怎么才能解决新能源的稳定问题呢 整个这个风景电站呢 方圆应该是在约这20平方公里左右 上库和下库的高差 实际上在460米 抽水蓄能电站 使大型电网中调节电能过剩 补充不足的完美搭配 它的工作原理呢 就是上下库的这个高差 实现能量的转换 电网中有多余电能池 利用这些多余的电能 将下水库的水抽到上水库 在用电高峰时 从上水库放水 利用水的势能发电 生产出高经济价值的电能 补充电网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 一旦电网出现突发情况 大面积断电 抽水蓄能可以全面启动 因为火电在热态启动的时候 一般来讲带到整个复合 应该大约得4个小时 抽水库能呢 2到5分钟 所以对于我们电网的稳定感 还是至关重要 作为整个工程的负责人 费万堂更喜欢一身工装 出现在施工现场 这将是他退休前最后一个 也是挑战最大的项 施工中最大的难题 在于如何打通上下库间的 银水管道 连接两个水库 最简单的方案 是按照常规进行直线挖掘 但需要挖掘路径很长 施工难度极大 如果把施工分为两段斜井 三段屏洞 经过测算 这样最可行也最精紧 究竟怎样才能在山中 开掘出这些巨型银水管道呢 费万堂和工程师们最终决定 采用定向爆破形成隧道 然后用巨型钢管拼接的办法 建起这条山中水道 顺着轨道 钢管进入长达1.4公里的交通洞 40分钟后 它被运到洞中的一个十字路口 在这里钢管要被放入斜井 最长的一段斜井 长达300米 即便是站在洞口 都会感到逼人的寒气 钢管被放到隧道中之后 工人要深入到钢管内完成对接 保证随后的焊接可以顺利进行 钢管放进斜井以后 最终的一个环节是保证钢管之间的 闲接和焊接达到严丝合缝 就是我们每一个街头焊接的时候 一定要保证我们四公的质量 一旦渗漏实际上是致命的 从2012年立下 到2021年12月30日正式投产发电 十年建设 一座世界级抽水蓄能电站 拔地而起 创造四项世界第一 2024年 12台机组全部投产后 年发电量达66.12亿千瓦时 可满足26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 年可节约标准煤48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20万吨 作为迄今为止 第一个实现碳中和的奥运会 全新的理念 让双碳这个词更加深入人心 碳达峰碳中和简称双碳 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手段 人们已对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 形成广泛共识 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根本出路 是科技创新 从源头替代 过程削减到末端普及 中国在低碳科技创新上 正在进行不懈探索 巨大的槽车组成的车队 正在穿越黄土高原 密封罐里满载液态二氧化碳 它们来自榆林煤化公司 这是一种新技术 二氧化碳补及应用的产物 每天约有240吨补及来的二氧化碳 被运送到100多公里外 延长石油在安塞五旗两地的采油厂 将大型化工厂 发电厂 钢铁厂 水泥厂等排放源 产生的二氧化碳收集起来 并用各种方法储存 以避免其排放到大气中 这种方法人们简称碳补及 这些槽车里的二氧化碳 已经被牢牢地俘获 这个巨大的储存罐 位于延长石油安塞采油厂 油井的原油生产现场 罐中储存的二氧化碳将被注入山坡上的89口油井 这是一种新型的碳风存应用场景 我们这个二氧化碳碳呢 它是从这个煤化工排放中直接普及出来的 在取油的过程又埋到地下了 所以说是这个最有效的方式 你好 师傅 今天你是鸡子眼从那边出发的 两点多一点 整个运输过程经历了多长时间 三个小时多 今天这个罐里面总共装了多少液体 25吨 好的 你过来以后过泵没有 过泵 好的 王湘曾宇团队历时15年 研发出一整套碳补及利用及封存的技术 形成了循环利用二氧化碳的高效系统 使整个石化系统的碳中和进程 上了一个大台阶 延长石油的油井地处厄尔多斯盆地 地层压力比较低 攥井之后油无法自然流出 需要增加外力作用 每年约有10万吨二氧化碳 通过这样的方式 应用到石油开采中 因为油田都需要竹水开发 利用二氧化碳来代替水 既可以提高油井的产量 这个也可以提高采收率 关键来还可以实行碳封存 温度一下17摄热度 压力2.1兆 碳封存是指将捕获的二氧化碳 通过特殊设备 全封闭的方式 注入到特定的地质构造层中 并确保安全有效存储 从地上来讲 额尔多斯盆地整个地层比较稳定 这个构造有简单 没有大的断裂 所以说这一块封存二氧化碳 是比较理想的场所 收集煤化工排放的二氧化碳 注入藏有石油的地层中 用铸汽驱油的技术 取代传统的铸水驱油 采集石油的同时 顺势将二氧化碳封存在地层中 既提高了原油产量 也节约了水资源 最终还实现了碳封存的目的 可谓一举三得 在亡相增的设想中 这套系统未来的潜力非常巨大 通过二氧化碳静态封存 潜力计算模型测算 延长石油 仅油田的二氧化碳理论封存量 可达8.84亿吨 那么如此大量的二氧化碳 封存到地层中 如何保证它的安全 一直使世界科学家密切关注 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在实验室里 一套完整的监测系统 时刻观察二氧化碳 在地层中的变化 安全监测目前我们形成了 地上 地下 地面 也就是三个一体的监测技术 我们现在做的动态风刺力 百分之二三十的可能就随着 这个采油 采气又出来了 经过回收再重新注入 因为咱们现在注气都 都接近十个月了 接近十个月了 这说明了二氧化碳这个 这个值呢就是和背景值差不多 这就说明二氧化碳里 没有漏失 从国外五十年的经验 这个一百三十七个项目 它们跟踪评价 还没有发生又怕地质灾害 或者是地震这个世界的发生 相关实验表明 风存的二氧化碳 有可能成为未来宝贵的碳源 这是对二氧化碳进行 永久地质风存的另一个愿景 地球的秘密远未被我们了解 碳风存的过程 也许正是我们与地球的 某种互动和对话 从准备要打完的话 你多少时间一半 它准备才一个小时打一个了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左右打一个 然后再搬迁 紧身六米 压量三公斤 开始下药 对上小组队 包药完成 准备起包 完毕 已经完事了 对 比原来那个声音感觉还是 还小一点了 你是不是以为像扎着那种 大扎着 对 能感受到一点点的那种 但是其实这个信息 我们想得到信息已经采集到了 满足要求就好 王永胜博士正在收集深度三千米的地层数据 为国家能源集团百万吨级碳风存项目 选取风存井的位置 十几年来每一次封存井的位置 王永胜都要现场选定 人造地震起报后 通过对数据进行计算和分析 可以得出地层扫描CT图 这是王永胜和团队进行选址判断的依据 内蒙古厄尔多斯 由着亚洲首个二氧化碳补集 与深部咸水层风存全流程示范项目 实现每年百万吨级的风存量 是王永胜和团队正在攻克的目标 咱们之前的十万吨的项目也是在这 然后咱们现在做的这个百万吨的项目 会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扩展 那么现在我们讨论的是 它的具体的一个选址 和它的一个层位的一个问题 目前我们选了一个三个的预选的方案 就像那个吹气球 吹多大会爆 既然我们往下注的时候 也是往下打气 到这么大的时候感觉有点紧绷了 我再吹这么大 有可能碰就爆了 我能给它住多少 住到什么程度的话 我要设置一个上线 对我的这个项目是安全的 王永胜深知 百万吨级的二氧化碳 补及利用与风存意义巨大 这意味着 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 一百万吨 相当于直数近两千公顷 每一次的实验 都是一次对地层的深入了解 而王永胜的每一次选择 又仿佛完成了一次 与地球的和解 毕竟 与地球和谐共生 人类才有未来 在北京 科学家刘炼波 正在进行一项 更为尖端的实验 用更经济 更简便的方式 捕捉二氧化碳 及其他废弃 并电费为保 他所在的这个实验室 见证了中国 二氧化碳补给技术 从无到有的艰辛历程 二氧化碳补给予再利用 是实现碳中和的 重要技术选择之一 世界科学家 都在不遗余力地进行研究 十多年来 留恋波和团队 一直在探索 中国自主创新的 关键技术 比如说你刚通气的时候 从零到出现 这个大概是六十左右 这个会有多长时间 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 然后再从六十到七十多 可能就需要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 基本上今天可能就 可能到明天了 或者今天晚上 明天这个时间 二氧化碳补给 利用与封存 它实际上是将 人类生产 能源过程中的 二氧化碳分离出来 一部分用于资源化利用 一部分用于封存在地下 实现于大气的 长气的隔离的 这么一个技术 二氧化碳补给予利用 具体到生产环节 还存在高成本 高能耗等问题 尤其是规模化商业应用 仍面临不小的挑战 优化技术工艺的先进性 降低普及的能耗 这是流链波团队 正在实现的目标 而核心技术的掌握 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 核心的这些技术 外国人肯定是不会 给我们分享 所以我们只能是 自力更生 一方面我们就从 一个一个的公式去写 一张张的图纸去画 那么完全自主创新 那么当时我们也 形成了我们中国人 自己的阿尔华碳的 补给技术 今天是咱们全新的一天 咱们上周在实验室 应该是做了非常充分的 大量的实验准备工作 所以今天咱们还是 尽量去参考 在实验室的这种工况 那么在中式装置上 可能碰到的一些技术问题 我们需要再回到实验室 再进一步地去验证 进一步地去调整这个配方 所以这个过程可能会要 反复多次 最终能够真正达到 我们目标的 这么一个二氧化碳 吸附的一个结果 最近的几年中 刘链波团队对碳补给材料 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低温吸附现象 其尖端性和挑战性 都史无前例 我们这个研发团队 在实验室发现了 这个新的一些现象 那么发现在这种 低温的条件之下 某一些这个吸附材料 能够将二氧化碳 实现非常高效率的 低能耗的这个吸附 所以目前我们在实验室 也是在开展这方面的 这个基础研究工作 好的 你看刚才经过咱们 调整这个溶液浓度 现在咱们把一个 吸收塔A的烟气温度 已经降下来了 基本已经达到 咱们的目标值 下面就是我去现场 看一看吧 试验还要持续几个小时 留恋波已经在期待 吸附溶液 在这套装置中顺利运转 也许奇迹 总会在不断的努力中到来 应该说一组这个实验呢 有些可能会需要 连续好几周的实验 好几周 报一下吸附塔B的 入口的温度和压力 B塔的入口温度 负16.6 压力负0.42 如果说碳补基技术 是CCUS技术里面的一个皇冠 那么这个碳补基的这个材料 或者说这个吸收溶液 就是这个皇冠上的这个明珠 在过去十多年 这个技术开发过程中呢 应该说绝大部分的工作 都是围绕着这个 吸收溶液来展开的 矿跃通知在现场 把那个绿化钙的溶液取下样子 整个吸附效果好不好 其实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 咱们这个温度控制 现在机组这个功率是最大的吗 机组功率已经最大了 每一次的测试 都是对想象力和耐心的考验 中国二氧化碳补基技术 从跟随到原创 再到不落人后 用了15年的艰辛历程 2020年 中国注册了全世界 81%的新碳补基技术专利 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碳补基技术生产国 关子天 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活动 学校里边安排的 学校老师让做一个 关于绿色汉堡的手刀包 你还有印象吗 咱们之前不是去过爸爸那边 有一个二氧化碳 补基封存的一个装置 正常的话 咱们二氧化碳排在大气里边之后 咱们的树 花 草的都进行了一个吸收 放出氧气是最好的一种处理方式 但是现在呢 大气中二氧化碳太多了 这些树 花 草 草的都太累了 它们处理不过来 所以呢 咱们现在有一些工业的手段 技术和工程 其实它的处理效率也会很高 也能帮助人们来做一些工作 看不见的二氧化碳 化不出来 复杂的科学技术 孩子也还不懂 但它的笔 却可以画出绚烂的大自然 双碳之路并不遥远 只要我们每个人都付出自己的努力 万物共生 才是一个美好的地球村 携手同行 人类才有更广阔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